控肉飯油亮油亮閃爍光芒 彰化更被封為控肉飯之都 各方爭霸 這畫面簡直引人犯罪 半熟蛋蛋液融入醬汁 一口飯一口肉 讓人忍不住吃到見底 內行的就要吃半熟蛋 就把飯變成金黃色的這樣子 彰化花壇阿弘控肉飯 半熟蛋來解膩 讓控肉飯提升到神之等級 在地人更大推 彰化控肉飯的滋油聲 其實是這家 80年老店阿傳中午用餐 從店裡排到旗樓外 一味難求 肥肉軟嫩醬汁撸進心底 更被封為黑金控肉 光是在彰化市區 還有阿正 エコ 魚市場和夜市控肉飯 香吃甚至得拿號碼牌 軟Q膠質入口即化 一開門瞬間秒殺 另外大排長龍的還有這一間 彰化阿正控肉飯 晚上十點營業只賣到凌晨四點 肥而不油 瘦而不柴 不死賢 恰到豪处 這一碗平均50到55元 銅板價控肉飯 各路強者搶當霸主 也因此成就舌尖上美味 記得全正委 韓志信物 彰化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早上機車騎士來來往往 穿黑色外套的夫人 從身上掉了幾張鈔票 但她沒發現隨即離開 沒多久陸續有機車經過碾壓鈔票 不少人只看了一眼 卻沒人理會 三分鐘過去 遠方一名員警衝了過來 趕緊把鈔票一張張撿起 拿去這張檢查舉就好了嘛 叫旁邊有這個人 你叫見證啊 事發地點位於台中市 物峰區信義街上 附近就是菜市場 人潮可不少 21號早上9點多 66歲無姓婦人外出時 幾張清元鈔從口袋釣出 路過民眾看了卻不敢報案 害怕有法律糾紛 正巧不遠處就是派出所 遠景到場後撿起6000塊 並調閱監視器 聯繫上施主 因為擔心被家人責罵 所以沒有告訴別人 也沒有來報案 換個地點 台39線高鐵橋下道路 有騎士停下車 在馬路中央彎腰撿錢 七機車從旁呼嘯而過 原來有女騎士 調了1萬2 前後三名路人幫忙撿時 卻只有一人歸還 施主心急如焚 因為遺失的錢 還有3000塊沒繳到 究竟去了哪 千物貪便宜 算是據為極有使用 警方皆如調查 查出兩名騎士身份 提醒再不交到警局 恐怕觸犯侵犯罪得不償失 記者賴冠章 楊神王百英 台中台南採訪報導 我是陳怡榮 波報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彭內的第一線 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 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按開啟小鈴鐺喔 鎖匠拿出開鎖工具 咔啦咔啦 兩三下就把門打開 相當神奇 歡迎有民眾 清晨六點 找24小時的鎖匠求救 卻兩度放鎖匠鴿子 摊開雙方對話記錄 民眾清晨六點零五分 用通訊軟體聯絡店家 才過四分鐘 就說有緣回來開了 這是第一次放鳥 但過沒兩分鐘 他又說等等 是另一邊的鑰匙不見 問店家可以馬上來嗎 店家表示 六點出班要收2000元 中途取消或打開 還要再收1000元的賺程費 民眾秒回沒問題 但才過了一分鐘 民眾馬上說別家到了 你們效率太差 睡到自然醒 店收一收吧 店家感覺被耍了 非常火大 上網控訴說 不要覺得人家幫你做 是應該的 我是老闆 不是你請的員工 因為第一個 他們沒有開過店吧 也不懂得尊重別人 只想著自己好而已 可是他沒有想過 別人很辛苦 當事人也發問反擊 指控老闆斷章取義 洩漏客資 如果不是你先態度差 我會無緣無故搶你嗎 本來想取暖 卻被網友狂吸臉 嚇得趕緊刪文 其他民眾也說 這時間也太趕了 一個小師傅 就整車不了 五分東西可以 來抓人緊 其他師傅也說 一般客人不會要求鎖匠 馬上到 客人都說等還沒有來 他又打電話來 說出來了沒有 都是沒有電 你們都是這樣問而已 沒帶鑰匙回不了家 真的很心急 但一大早把鎖匠回來換去 要來就來 不要就謝謝再聯絡 這種行為 真的少了尊重 接著姚武醫生花店產品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生命是一席華美的袍子 語調一揚遁措 時而激昂 時而低雨 這些孩子 兩年前在雲林縣語文比賽中 拿下優異名次 沒想到今年賽事 主辦單位出大包 評審討論過程 針對孩子們的外表 強烈批評 一下說穿得像歐巴桑 還說身材大隻 這些話語 通通透過直播 全數放鬆 賽後的一個評論的內容 由於我們行政的疏失 而造成學生身心靈上的一個傷害 比賽過程要求透明公開 但評審討論過程 卻圍繞著學生的外貌打轉 儘管怡榮佔整體分數10% 但歐巴桑即大隻 這些攻擊性字眼 真的傷了孩子的心 我們也覺得真的是不適當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來加以檢討 比賽分組 從國小 國中到高中 學生們歷經反覆練習 希望能一拼好成績 代表縣內挺進全國比賽 主辦單位 並未透露評審身份 批評外貌的攻擊性言辭 不只讓人質疑評審專業 孩子們受傷的心 又該如何彌補 這兩網編理員 並無彭馨 雲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打開啟小鈴鐺喔 下次cip� opened